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港商在内地有很大的投资商机 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做一个宣传 做一个推广 它越来越紧购 因为本身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人类越来越昌明 每日都很多包行机过来 今年的时间我们本身香港过来的参截商是多了很多 是的 我希望的时候越来越带往商业的合作和经济 不单只是做本销 零售 我们希望推广做批发 甚至乎来说是做其他代理商 带领港商团体参战的特区政府驻成都经贸办主任潘太平说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内地市场弥补了港商海外市场的损失 今年港商体准内地西部地区的巨大商机 以今年的西黑会为例 就有40间香港企业83名港商参战 在陕西省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说要对外开放对外的贸易加强 这方面我觉得和香港刚刚好有一个互惠共赢的关系 就会打造得很好 一向以来其实在西安都有很多香港的投资 比如房地产 有很多的专业服务都有在这边 我们觉得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想印象一些新的行业 亦都是走进来西安走进来陕西 一方面当然可以帮到香港的港商 第二方面的话 亦都是符合陕西未来五年发展的路向 为期五日的西黑会 自1997年开办 已经举办到第十五届 已吸引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区市组团参战 今年的主题是深化区域大合作 推进西部大发展 总共推出超过一万个招商和投资合作项目 包括食品、旅游、商贸、医药和教育等 每一展示中国的新科技发展 今年的西黑会更加是新增进这个新兴产业馆 更加是融入了一些新科技的产品 好像这部模仪战斗机 这就是中国航空城 专专为今次的展览而添 展览项目主管说 新兴科技是有新命力的产业 会随之时间流逝转趋成熟 中国我们的模拟器 通过模拟器让它其心感受 这个模拟器飞行的体验 大家会取掉神秘的面纱 它是可以亲近的 可以再触摸的 西安虽然是千年古都 有大安塔、有兵马俑 它还有航空航天 有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它有新兴的产业 透过西盒会 各省之间可以加强经济合作 由一般商品贸易 进一步提升至汉木投资合作 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 香港风贫电视记者黄慈渊 在西安报道